第二個就是我要跟大家特別推薦的一點就是 應該不能講推薦就是它幾個優勢和缺點 第一個就是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它車體是屬於比較方正 所以它的頭部空間 肩部空間表現很好 第二個就是 其實大家去展示間可以試著去做看看 GLK後面的兩張正常的座椅 就是左右各一張 這兩張座椅 你做下去你會發現我們的背部的空間 不太會受到它這個誇張輪弧的一個造型影響 很多就是譬如說你坐在左邊 你的左邊的背部 就會被這個鼓起的輪弧所影響 所以坐起來會很不舒服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它中央扶手的部分的位置也剛剛好 不過有一個地方要跟大家提醒就是 因為它畢竟是4WD車款 所以它中間要走船弄走 所以底板下方 隆起的這個造型比較大一點 坐在中間這個乘客 你的腿部的空間也是會比較局促一點 另外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它後方一樣有冷氣出風口 而且你可以自行的調整風量大小 在內裝部分 第一個就是 它的內裝 所有的中控台也好 門式板也好 所有任何一個配件的造型 也呼籲了外觀的一個設計的方向 就是有靈有角 它不是有一個廣告 它就是直在直往有靈有角 它的內裝也是 你所有地方看起來就是 它沒有很圓弧的造型 它所有的造型全部都是非常有角度的一個造型 這第一個 除了方向盤 方向盤是圓的之外 其他的地方看起來都是 角度比較大一點的一個造型 第二個就是它的飾板 還有就是一些材質 不是皮質 就是一些霧銀的一個金屬飾板 搭配一點點 其實並沒有很多一點點的一個拋光的一個鍍鉻的一個點綴 所以讓整個內裝看起來呢 就是比較現代感 而且也比較 比較時尚一點 然後在中控台上方有一個小小的一個螢幕 它是一個卡面的系統 不過它這個系統 我曾經講過很多次就是 其實賓室在這方面的一個 誠意度確實是稍微比較低一點 以這個兩百 將近兩百五十萬 兩百四十九萬的車款 它這個螢幕呢 卻沒有辦法做一些影音的升級 甚至包括加上衛星導航 連倒車CCD都沒辦法 所以 這麼大一個框 你看它的外框其實很大 可是它裡面的螢幕很小 然後接著下方就是它的音響主機系統 那冷氣出光口的中間有一個ESP OFF的功能 然後在下方就是雙區的恆溫空調 然後在下方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也因為這樣子 我們這次要來測試它的油耗成績 就是它一個全新的變速箱 就是在220 CDI上面搭載一個區區變速箱 這個變速箱雖然 它在很多比較大型的 比如V6引擎車款上面都有 不過 我相信如果你有在看購設試 你應該知道就是 賓室向來在四缸引擎 它只搭的是五出變速箱 不過它為了要提升它的 省油表現 所以它在四缸的車型 目前在柴油引擎的部分 也全面採用了一個區區的變速箱 讓油耗表現會更好 接著在儀表板的部分 它的造型一樣是三環式的設計 中間這個圓形的儀表 內藏的就是一個 旅程電腦的一個資訊 甚至包括你要做一些車輛 一些電子的配備的設定 都要在這邊做調整 它是有中文化顯示的 然後方向盤的部分 有電動微調的功能 然後還有就是 方向盤上面呢 後方有一個換檔撥片 再次跟大家強調 只要是區區的變速箱 後方幾乎都有換檔撥片 然後方向盤上面呢 一樣可以做一些電話 音響控制 還有就是我剛剛講 儀表板中間這個旅程電腦的一個 控制的切換 都可以在這邊做調整 那接著來講就是在座椅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它座椅的包覆性 還有支撐性的表現 你可以透過 座椅下方這邊有一個氣壓式的調整 它可以調整你的腰靠的上下 還有前後 都可以在這邊做調整 然後駕駛座和副駕駛 都有一個三組G1的一個電動調整的一個模式 這個是在220也好 甚至包括300的汽油版本 都是標準配備 最後我們打開引擎蓋 來看它的這具全新的引擎 這是第四代的共軌直噴的柴油引擎 它的排氣量是2143 它是四缸引擎 它搭的變速箱是我剛好強調 它是搭配的是七速的變速箱 有手自排的功能 那這具引擎的最大馬力是170P 扭力是41公斤米左右 在1400轉到2800轉都有41公斤米 0到100加速8.8秒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是汽油版本的話 就是3000cc VDO的3.0 它的0到100加速是7.6秒 那極速的表現呢 兩者相差5公里 柴油是205 汽油是2110 然後另外跟大家講一個就是 車身重量的部分 空重我們講空重的部分 如果是柴油是1845 汽油的話是1830 兩者相差是15公斤 所以代表就是它的輕量化套件呢 讓柴油引擎和汽油引擎 它的重量幾乎是一樣的 差不多 這具全新的四缸柴油引擎呢 搭配的7速的變速箱 以及我剛剛講的這個 Blue Inflation這個輕量化的套件 這整個累積起來呢 我相信對於它的油耗表現來說 雖然我們之前沒有試過這台車的油耗表現 那我相信它的油耗表現呢 會有 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一個結果 也不一定 那我們接著要往北移出發 然後接著要去台北 回台北我們就來揭曉 看看 這具引擎跑出來的成績 是不是如原廠所說的 那麼的出色那麼的驚人 尤其以SUV來說 它有將近 將近快要接近1.9噸的一個車重 如果說它能夠跑出來的成績 又那麼出色 加上它又是柴油 那我相信 雖然它跟汽油便宜到20萬 可能配備稍微差了一點 稍微低階了一點 不過其實 我覺得其實差沒有很大 可是它卻有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節能表現的話呢 加加上它41公斤米 這麼迷人的扭力輸出 我覺得 現在下手買2200CDI 會比GLK300 CP值還要高 OK 那我們現在往北移出發 那接著我們來公布這台車的油耗表現